如果我们的机器现在是出于这个关机状态 还有电脑出于关机状态的话 首先我们在使用机器之前 需要检查一下 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这个 大容量设计瓶里面的溶液是否都是足够的 有抗原修复液一、抗原修复液二 然后拖辣液、荔枝水、清洗液和无水乙醇 我们都要确保它的量是够做本次实验的 然后还要检查一下肺炎 然后是否已经清除干净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机 开机开电脑 开机的按钮 然后再打开电脑 打开电脑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这个程序的引擎软件 我们看到已经处于正常状态 处于连机状态 如果说我们是已经机器和电脑处于开机的状态 那我们就是在做实验前不需要进行一个开机 只需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大容量设计评即可 然后当我们把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之后 就可以开始设计 开始进行本次实验的操作 首先呢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一抗设计评 二抗设计评 然后同时呢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软件里对我们本次的实验进行一个程序的一个设置 首先呢我们在第一个在播片设置里面进行一个病例的一个添加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验需求来进行一个编辑 可以是真实的这个医院的病人的一个医院的病例的读院号 当然呢如果有这个系统的话 它是会自动就是输出这个进行这个这个这个编号的 那我们这里呢病例输出之后 输出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病例之下进行一个 今天进行实验操作的薄片的一个添加 然后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这个薄片进行一个编号 然后呢这里我们选择的都是测试组织 然后有三个试机量 然后可以选择100卫生 125卫生 150卫生 这个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自由选择的 同时呢我们在下面的染色程序里面呢 有这个免疫组化的染色 还有这个原味杂料的染色 那我们在这里呢选择免疫组化 选择完之后在染色方法里面 它有很多这种不同的染色的方法 常规的免疫组化呢我们都选择是单染 其他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染色程序 然后标记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抗 平时的话我们是要标记上我们的选择我们需要做实验的这个一抗的名称 染色程序呢选择我们确定本次实验需要进行染色程序 修复方式的话就选择每张切片 这个每个样本上需要进行修复的一个方式 然后进行一个波片的添加即可 这是三抗的名称 我们正在这个不同这些地上 我们是想和我们的一种不同的配合 它们在这种不同的配合 本来我们的第一种配合 我们的第六个节目 这种配合给我们的视频 我们今天就做到你的视频